台北科技大学美国澳本大学双联学卫生赖志凯 今年7月赴美,在8月19日失联 当地警方10日在阿拉巴马州李俊发现的一具尸体 已经被确认是22岁的台湾留学生赖志凯 综合媒体报道,李俊演示官哈里斯表示 赖志凯的尸体在澳本市南景街500街区的 某栋民房后的一间小屋被发现 警方透过指纹辨识确认身份为赖志凯 警方指出赖志凯似乎在小屋中住了一段时间 目前没有查出谋杀的迹象 但有关死因仍在调查中 验尸结果显示赖志凯的死亡时间应该在最近几天内 赖志凯为北大科技大学资讯工程系的学生 参加北科大与国外3加2双联学位 7月24日赴美,到美国阿拉巴马州澳本大学当交换生 赴美时由父亲陪同安置,进入该校宿舍 但8月19日当地学校开学首日 赖志凯却没有出现,才开始怀疑失踪 以上就是今天的热点新闻报道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,记得按赞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关注,我们下次见